20. 明報 前一週流入近千億或與外資沽貨有關中港股市一週走資五百億 2015年7月18日經濟B01財經頭條港股結束連續四週的下跌 撤本週累升百分之二,然而市場觀望氣氛濃厚 港股成交連續兩日不足一千億元,回到大時代 4月8日,前水平,而且由於稀債問題有望解決 美國聯儲局表明會在今年加息,資金開始重新興市場流入歐美 據勸商Jeffrey's 引述 的數據,截至本週三的一週 中港股票基金合共證流出約五百億元 明報記者了毅然不過,昨晚港匯一度高見7.7502 貼近強方保證,亦是四月底金管局注資以來最高水平 瑞士保成私人銀行中國及香港市場高級證券分析師周文玲 認為,港匯酒強反映資金沒有撤手,指使暫時觀望 周文玲,港匯強反映沒撤資中央連日動員資金入市場 A 股,加上有效清理場外融資,令中港股市本週回穩 上正中指及支本週均升百分之二 支更市連跌四週後重拾升軌,但主要靠本地股撐起 中資股表現稍順,國指本週仍然未跌百分之零點零七 雷跌五週,本週希臘局勢有轉機 A 歐美股市上升,耶倫表明今年會加息,引發資金從新興市場流進歐美市場 EPFR 的數據顯示,環球股票基金共錄得82.51億美元淨流入 但主要集中在歐洲及北美、亞太區、拉丁美洲 以及其他新興市場的股票基金則錄得淨流出 中國及香港的股票基金分別錄得55.77億美元及7.9億美元淨流出 合共63.67億美元,約497億港元 資金由新興市場流進歐美資金淨流出 部分因為內地上市的A 股出現熟會 華泰柏稅核心300ETF及華夏賞證50ETF等四大ETF 於直至本週三的一週,合共淨流出188億元人民幣 香港上市的南方A50-2822及華夏賞心300-3188期內共錄得100億港元淨流出 上週湖股通額到用量錄得30.7億元人民幣的負數 亦反映外資正在沽貨 周文寧認為,不少投資者經歷早前大跌後變得審慎 因此在好淡資金增賜期間,不敢某然入市 他估計昨日A 股期只結算完畢 下週時G 會更清晰,本地疆領港股升250點 昨日A 股在午後被協賞 上證中止收報3957點,升3.5% 此則升252點至25415點,但成交緊951億元 騰訊0700及長和0001領象,均升2% 總結全州,均由本地疆大領支上升 搶實地產1113女升幅度最大 達10.32% 金沙中國1928億女升8.8% 十大升幅榜中環有每計 0101中銀香港2388及長和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上次表示 近日反彈指示暴跌後的修正 當次回到25000點水平 投資者又變得謹慎 估計下週港股營會再上落500點之間小幅波動